長粉刺刺A酸的心得 遺傳的關係 我爸也是這樣子 以前我的臉超有的 曾經有聽過心靈很瘦創的一句話 喂 你要不要看你臉上可以煎蛋了耶 喂你臉上的反光可以照到月球了耶 又不只臉有我只要沒有去美容院給阿姨做臉 我只要手點到每一個地方 都會有內包 所以從我高中開始我每個月都會去做臉 以學生來說這樣非常的燒淺 但後來遇到疫情的關係 我沒辦法去美容院做臉 然後臉上就開始大暴動 我差點不敢直播 於是呢我終於找上了皮膚科 不要問我 為什麼我之前不去 因為我跟你講 我去了那間美容院說 禁止我去皮膚科 因為說什麼吃那些西藥皮膚科的那些副作用 會害死我皮膚 不能擦酸類什麼的 會讓你皮膚很薄啊很敏感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吃A酸多傷身體 但重點是只要我不去美容院做臉 我皮膚就爆爛 反正那些美容院的阿姨就會給你看一大堆案例 然後先嚇死你 算了我不care了 反正網路上面有很多吃A酸治療的心得 不願意接受它的壞處 它的壞處是什麼 當然說什麼你要先驗乾指數 然後你不能懷孕那些是基本 你要知道副作用 你的嘴巴會變得很乾 超級乾的 然後你的眼睛也會很乾 就是你想到的就是都乾 哪裡都乾 你們想的那裡沒有乾 總而言之它的優點就是 你再也沒有暴痘什麼的 然後開始皮膚就變得很好 然後毛孔變小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皮膚好變得很開心 但是那個藥價非常的貴 對一個小自主來說 一天要吃一顆80塊的藥 一個月要2,400 也沒有說很便宜 因為有一張好臉 我真的是覺得值得 但是我曾經有時候會忘記吃藥 我的臉馬上游回來 我已經吃了半年了 但是就很明顯來說 吃半年還是不夠的 吃半年還是不夠的 看你看嘴巴 吃嗎? 吃掉吧 吃半年還是不夠的 吃 ев來 吃得那麼舒服 吃Merch